在宜蘭投城的老街附近 有一間低調小店 這裡的榨春捲 包裹著在地老農 當天現彩的嫩韭菜 吃起來外酥內香 還有濃郁的粗米粉根 以及每天一早現吹的手工蘿蔔糕 在地人都知道賣完就沒了 想吃的話動作要快喔 自己的好了 雞而已啊 好 謝謝 在攤位前不只要忙著結帳 還要顧著油鍋 一條條飽滿的春捲 就這樣穿上金黃外衣 春捲一開始不能高溫 起鍋的時候要高溫 用高溫逼出多餘油分 起鍋後外皮才會酥脆焦香 甚至剪開時 還能聽到咖哩的聲音 從外觀就能看到點點翠綠 裡頭包著滿滿的韭菜 吃進嘴裡韭菜細嫩不韌 濃郁香氣瞬間湧上鼻尖 外脆內多汁 這獨門好味 讓很多人成為始終粉絲 春捲 我最喜歡吃春捲 為什麼 因為它吃外面的皮很脆 然後裡面的韭菜又很香 然後醬料也很飽 這樣提起來有30年了 吃這麼久了 真的是很好吃 從很小的時候 他們還在舊的地方 吃到現在他們現在有店面 他們靠胡椒跟黑鼻去提味 我覺得吃食材的原味非常好吃 很道地的古早味 雖然是簡單的小吃 但要做出讓人難忘的滋味 可是很高尷 一早開始 年近70的劉瑞甄就頂著日頭 把在地老農當圈現彩的韭菜 洗得乾乾淨淨 它噴起來都很嫩的 對啊 它只有時間到了 採收大約35天就要採收了 韭菜不只要經過水的洗禮 劉阿姨還有一招獨門手法 把這些菜放進網子裡 用脫水機除掉多餘水分 再一刀刀手工切斷 堅持手工切 就是怕機器打壞了韭菜纖維 一段段長短均勻 看得出劉阿姨多年的刀工 接著菜還要吹電風扇 徹底除去濕氣才能開始拌 菜白粉 麵粉也不能太多 用胡椒跟蝦皮提味再擺進豬絞肉 拌到均勻才能開始包 很難想像一個簡單的春捲 自然要花上這麼多功夫 包的時候要隨時補強春捲皮 避免淨油 影響口感 這是幾十年來從沒變過的流程 擺攤擺了二十多年 老灘車早已刻下許多歲月的痕跡 但這台車至今都是他的寶物 民國74年做的 你看 認真看 有的都是生鏽 他為什麼還留著 對啊 那... 怎麼這樣 陪我那麼久了 能夠用就要珍惜它 有感情喔 對啊 不只灘車老了 劉阿姨年紀也漸漸大了 做起事來吃力許多 正在台北考公務員的大兒子 就決定放棄都市生活 回到家鄉 接下媽媽的手藝 體力活 紅中叢都搶著做 像自製蘿蔔糕 處理刨絲 反覆工序 現在都是他的強項 等一下看這個刨絲 它就會蒸一蒸 它就會融化掉 整個全部都化掉 有些客人不知道以為說 你們的蘿蔔糕怎麼沒有事 雪白的蘿蔔絲 在大鍋裡沸騰煮軟 湖中紅也不能閒熱 另一頭趕緊把泡好的米 磨成雪白濃郁的米漿 算準時間 想鍋融合 一般就是直接貨一貨就不管它了 然後我們是等一下蓋 鍋子蓋上去以後 給它蒸個大概七八分鐘 然後一樣再攪拌一次 稍微有些凝固時 就要用鍋鏟反覆翻動 讓蘿蔔跟米漿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最少要慢火熬上四個小時 才能有細緻光滑的蘿蔔糕 下鍋油炸後 外皮酥脆金黃 口感比一般的更加Q彈 細緻的中央吃不到蘿蔔絲 但濃郁的蘿蔔香氣 卻滿意口中 我都吃蘿蔔糕 不會很硬 然後很香 香味 炸得剛剛好 蘿蔔糕它就是傳統 阿嬤的那種做法 它是用那個再來米跟菜 陶下去吹的 所以它一天只有一包 你來晚了就沒有了 客人想吃 動作要快 小店就在投城車站跟老街附近 到了假日 人潮可是大排長龍 除了招牌的春捲跟蘿蔔糕以外 內行人還會點上一碗米粉羹 用早上採買的新鮮魚漿 以及宜蘭特有的粗米粉 久煮不爛 配上菜脯跟香菜提味 讓人食慾大開 用兩種番薯下去調和的韓吉餅 炸到表面帶點微微焦黃 咬下去又酥又脆 番薯的甜味也越嚼越香 這些兒時記憶中的味道 胡忠宏立志要把它傳承下去 從民國74年開始 傳承兩代的滋味不曾改變 一家人的情感卻是越發甜蜜了 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難免會有抹擦 但是就是可以全家在這邊生活的話 還是覺得滿快樂的 不用像有些子女在外地 偶爾才回家一次 我們是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幸福啊 但是還滿幸福的 從一個小攤車開始 劉阿姨手中那讓人口耳相傳的美味 從宜蘭打響名號 至今還在持續飄香 至今還在搭配